1月11日,五間馬經宅要有 時間寶今次操縱而臨 班特禮說排在狗檔一樣不用怕 標之銀河打搭連接 聖班不用什麼通訪 田泰安說一樣咬得好 川河首區現在減分低過贏馬的時候 方仔說用班特禮都不用怕 用河摘耀一樣有得贏 大家好,歡迎收看五間馬經 這個環節會選三匹精選馬匹出來 三場精選馬匹都會告訴大家 為何會有它的優勢 當中有冷碗和熱碗 還未說之前記得還未訂閱頻道 右下角這個位置都會見到四星龍珠 開啟實心鐘就可以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另外IG也可以追蹤我 在賽日開跑前半小時按IG頭像 一樣有我Story中的心水提供給大家 接下來要跟大家說說 就算它不是力主力頭主對象 Q為止Q 一樣可以兼顧它 甚至單T四連環也可以 立即帶大家看看 今次第一選的時間寶 好像之前在不同賽日都提醒過大家 這隻馬你真的要等它出來 為何呢? 終於等到還要抽九檔 非常之好 我很喜歡的 為何呢? 因為跟前的馬抽外檔是特別好處的 你說怕不怕它走三疊 或者會不會好像初跑那樣流後 大家要記著初跑流後是不夠快 其實試襲給都會見 當時根本就是班德麗士 董明朗和麥杜朗騎都是一次擺前走一次流後追 兩次你都見到增程 一隻馬在谷草其實都追得厲害 跟前不是氣量不夠 而是甚麼? 步速太快了 小刺彈再十檔十二檔兩隻在外面蓋上來 皇帝英明其實再出偉達大搏殺的前個禮拜 上個禮拜三其實這隻馬都一樣差點贏 所以時間補他能夠在一二四名 都可以頂到一個前置的優勢 算是相當厲害的 或者大家會說 跟前那些大熱門美麗緣分 為何我上一次跟大家說 一定要貼 因為真的好處的縮程 就是這個原因 那場的快馬全部都斷了 包括斷很遠的天份高 輸很遠很遠 所以再出其實沒有東西看是正常的 因為這些真的輸太遠 但是既然美麗緣分縮程都差點 有呼叫 在不利路段走內蘭都差點贏的時候 你有理由相信在前面 輸一條頸 我說貼給大家 很有信心的 是輸四個半馬 四有四分三馬位的美麗緣分 你想想 差多遠 這隻輸一條頸 你跑田草 雖然繼續跑千二 不能縮程 但是按照計數 這些馬操縮三十一日那麼久 你要他不在 除非大漏閘 當然葉祖昂的馬不可以期望過高 但班德黎一向都操開這隻馬 試襲呢 贏了標尖銀河 二班 那隻標尖銀河 待會我會介紹 你這樣也不相信嗎 所以 算是一些厲害的馬 他根本就不是泥地馬 所以 以葉祖昂最近的成績變回好來計 你就不需要太過擔心 也都維持正常操練 我明白的 大家都會擔心他那個狗蕩 三歲有些偏重磅的問題 但其實想跟大家說 這隻馬根本就是超強 他的強是接近有龍城強將那一種 你說四班龍城強將都未贏 但時間補冷 這次一定不是三個六 三個六 兩個人玩適中 當然是開 但上次輸條頸就開不出 這次可能給你六個六 或者八個六 開不開 所以這些馬 有本來操開 教他的騎士差很遠 確實這場你想找一隻快馬也不是那麼多 你說不是 上次合火奔馳擺前走 對著葉寶區宏財那些 今次十二檔一樣會擺前 也是的 但不好意思 我時間補九檔在你裡面 你放就怎樣 我也是放的 我頂著你三疊 你走三疊 不是我 另外 紅海鋒飯 是跟前走的 都不好意思 你都是十檔 你這樣計算一下 那隻基哥那隻 不是要走好外碟 那就不知道了 天曉得 但很多馬在這場 你會見到 就算千四的放頭馬 抽一檔 他都會怎樣 找博洩 千二其實未必夠快 亦都不值得立心頂著你 放頭試過不行 難得有遮擋 又有快步速 怎麼不跟著你跑 你看回內檔馬 什麼投資有利 那些全部都不是一些 典型高速的馬 用眼光 一千都要追 得心之餘 亦都是後上馬 所以時間補 那個外檔優勢 根本就很容易 至少走到二跌 只要他正正常常出閘 當然你立心留後 都有機會追到的 確實前速未必是很快 樓後追 有機會後上 亦都可以 無所謂 他有分在手 所以這些馬 大家都要記住 講完這隻 我們先去廣告 回來再講一下 二班有新馬 優異成績獎金 這隻四歲馬 為什麼田泰安 會不騎 幸運預見 大家想想 這隻馬沒有差沒有錯 實在 結果 不好意思 氣管有血源圖搶口 當然不在 大熱門 結果我說對碰WIN那次 就是嬌入命區 引伸出一個強組 就是包裝必勝 縮程內 跑一千 就算留到最後 我以為他跟前走 誰知道 也有個第三 也不錯 狀元及底 你就有他贏 或者你全餐位置 會拖座 第二點都好 威力斌騰 威力斌騰 一來潘明輝騎 二來大家都後上 你熱門 有什麼不值 我明明贏過你 跑千二都是你不夠我跑 跑一千一樣 就是我厲害 我還要縮程 跟前跑 你留後未必跟得切 所以幸運如見 這支組是厲害 如果氣管不是有血 就贏了 沒有得如果的大跑馬 不過我想 田泰安不騎這隻 而選他騎開的標資銀河 亦都合理 因為他每次都贏得很輕鬆 這隻馬 三WIN都是經由他包辦 而他以前操這隻馬 亦都是 外地跑一次就贏了 這些都是大賽馬 星班去到86分 不用負重 不要太看小 他什麼頂磅都可以做1分09秒正 我想跟大家說 這個時間是神經病的 為什麼 你說沒得參考 那天有金鑽貴人 金鑽貴人跑1分09秒25 你跑1分09秒08 就比金鑽貴人快 不夠你跑 你說他還要背35磅 豈不是很厲害 是啊 所以美麗第一都很厲害 所以星雲照著都很厲害 所以精算暴雪再出 補中短頭 你要知道 其實死時間是不可以這樣算的 但是這時間接近吸濟賽 怎麼算都不可以差 如果有隻五班馬 可以跑得比金鑽貴人快 在同一日裡 我都不會說他差 你可以說金鑽貴人賺眼部速 但是反過來那隻也不會差 不是他怎麼做到那個時間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錶尖銀河伴隨著進步 隔了整個月 都是粗好等這一局 你說五彭置不足 我切頭下來都不相信 所以這個五檔 沒有差沒有錯的話 就很容易贏 上次135磅 沒段慢了 今次不用說135磅 又變回三班的樣子 又是那些22秒頭追上來的樣子 這場慢步速快步速都好 不走三疊好贏 反而我是田泰安就不會貼爛 貼爛真的很危險 一看入面就搞定你了 我是田泰安 一向兜出去跑的 沒那麼蠢 所以這場三隻之中 比較強的會是這隻 時間寶不是不好 是他的馬防弱 還有他好分一點 他比你WinPay會好一點 錶尖銀河 我想你單Win也好 但他是大熱門 這個沒得說 先去廣告吧 你可以經常馬寶 說一下這隻大冷門 不會經常給大家熱門 雖然有時半冷的 好像美麗緣份那些 真的贏不到 但總有幾次可以 會不會是今次呢 我不知道 不過很有趣 每次蘇惠賢這些熱門 我都看看 究竟方仔的馬有沒有機會 真的有點有 剛剛那個賽日 你又不要不相信 我又沒有陰謀論 不過 有些馬連我都不貼 風中敬蟲 為何會跟宏才一Q翻呢 宏才我真的沒有貼 要補區我相信 金得二轉倉馬 信苗女得渣 我都相信 多多配合貼過 但是宏才 不是吧 十檔 那晚這麼多內檔馬 三甲 不是不信 不是信 不要理會 他真的一Q翻 這條Q還要挺好分 大熱門 也有173元 你不用想那麼多 有時單Q 但我心想 這麼神奇 呂建威 何摘耀 這些就正正常想 但有時候 我都很難撇除這些想法 不過這樣 跑馬還跑馬 你都要想 一些有能力的分子 走入三甲 例如 師兄弟 呂建威 徐宇石 這些馬 中華威威 謙謙君子好 都是我曼謎早晨貼 給大家的四選 他本身都要有些能力 才可以一Q翻 不是只有你兩個跑 人家都想贏 你想贏 人家都想贏 姚本輝都想一Q翻 但他能不能翻 他不是不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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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贏不到 有時候 你遇到兩個比較強的馬房 你說報民全日武 審習成全日武 喜連勇敢都輸了 跟你說喜連勇敢不值 現在就是告訴你 全日武又怎樣 馬是有實力 跑對 報民也一樣有 有時候我們看馬 是馬房或騎士手風很重要的 但是本身馬有沒有實力 你都要想 喜連勇敢上一次贏 都是審習成全日武 那又是贏 怎麼解釋 不要太多到果為恩 我們還原機關部 先講一下馬的能力 在那一場你夠不夠贏 馬的實力就耿了那麼多 好似一輛車一缸油 對著不同的賽車 他可以贏可以輸 極端一點說 你拿三班馬 經常輸兩三個馬位 你放入五班 或者放入六班 只有零分 他一定會贏 怎麼跑都贏 什麼140磅都贏 是這樣的 但是你說對著二班那些 看機會 看進步 看副榜 會這樣的 但明明是同一隻馬 所以有時候 為什麼我們說跑馬呢 都要看對手 這件事很重要的 好了 說到川河首居 為什麼要看對手呢 上次對著歡樂自保 川甲戰英進步騰飛 沒錯 蔡明紹 都是跟川甲戰英 歡樂自保一樣 在外面衝得厲害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你先看看影片 看看蔡明紹如何騎 和歡樂自保的推騎力道 拆騎方式等等 你看一看 橙色衣服很容易形 川甲戰英 前面就是川河戰區 大家看一看 歡樂自保更厚 粉粉色衣服 你會見到 那些馬 當日擺明在外面蓋好些 亦都撒上有利路段 那你就自己看看 川甲戰英在最外面 然後歡樂自保在中間 在外面 川河首居 其實蔡明紹 早幾邊打下去 馬有的 外面川甲戰英 都一直追他 都追得挺爽 去到中段 歡樂自保當然厲害 就開始出頭 另外川甲戰英 亦都開始追上來 在這裏看到 藍眼罩 橙色衣服 就是川甲戰英 中間歡樂自保衝順了 你都知道 那個衝勢贏了 兩隻 看看川甲戰英 賺了有利路段 和川河首居 即是這隻 拆騎力度 先不要說衝勢 衝勢是差不多 當然是川甲戰英的路段 更加有利 但你先看看蔡明紹的拆騎力度 是否知道贏不到 所以就怎樣 即是 了一下 那個四五名都可以 大家再看一次 入直路 他和外面川甲首居 很明顯看到分別 很明顯看到分別 看不清楚 不要緊 再用慢鏡看一次 人家在裡面 寬樂自保 多努力 川甲戰英多努力 這兩隻 其實相對上推騎幅度 不算太大 這個第四 算是有利路段 但是 你說很努力推 他贏不贏到川甲戰爭 我會回答你 也贏不到 也贏不到 但是你說贏不到 那說來做甚麼 問題來了 這一天 其實大家有留意 都是私欄 而外面追就好一點 寬樂自保當然是厲害 當然是這樣追發 但問題就是 川甲首居 因為這一場之後 他抽到一個更加外當 他必然會怎樣 變冷 平榜完跑來四減一分 你說給你貼士 這隻馬 你就反過來想 這隻沒有傷患 這隻馬 當初一來就贏的川甲首居 哪個騎 何摘堯 贏不贏呢 贏美麗奔馳 贏美麗補區 貨真價實 粗號第四鋪就贏 試了三次集 贏了頸 即是說這隻馬 69分 抽外當 都夠贏 你不相信 就衝上來贏 何濟堯 沒有騎過幾次 想報爭情跑一里 輸給新力 新力高升這麼厲害 1600 1600、1800 不斷贏 那時候 你贏不到 是正常的 題外話 題外話 身力高升 大家記不記得哪個馬鋒 蘇惟賢 真是這麼巧 所以有時這麼巧 但是 跟著 對著熊運帝王 潮州精神 就輸得很近 這些馬都是三班的中堅 你大約當潮州精神和熊運帝王 是大紅袍 要因應部速形勢看對手 好了 1400、1600再沒有作為的時候 部署減分 沒有傷患的馬 有的 六百多日前 左前腿圓印帶受傷 遠古了 清朝六百多日 然後 休息完 試一下縮情 可以 看到這隻馬嗎 其實方仔的想法就是 我其實都是贏1200 不如不要弄那麼多 先縮情 因為在外地 1600都不太能追到 會不會他其實不是一里馬 他比較近 其實1200、1400好些 試下1400 是可以的 只不過是拆旗的力度上 那麼大 你說會不會下班才搏四班 可以 一隻馬當然可以下班才報 但是到時就會熱 不如趁現在的對手揹上飛 尤其是大熱門很大機會是甚麼 新力風 又是蘇偉賢 報民這隻也不差 輸給我為你 不過對著歡樂自保 村鴿戰爭那次 其實沒有其錯 你可以說他前置放中間優勢不大 但其實那個已經是密度浪 你還想怎樣 這個輸兩個馬位和村鵝首區 他還跑得比你 說真的 他第四跑得比你 他贏不到進步騰飛 為甚麼要新力風熱些 明明都是村鵝戰區厲害些 你說這次檔位外了難騎 那師傅又厲害 為甚麼 你又不算這個 所以新風俠系 斯蘭雖然有優勢大些 不過你在三寶 你便可以對碰WIN 搏一下冷門行先 這條Q位置Q 方家拍所謂的司徒Q 當然是買了 買少許連贏位置Q 搏他一Q 沒有說不行 所以同場當然有其他對手 不過村鵝首區這隻冷門 我認為是值得大家去試一試 因為新風俠 畢竟剛才說了這麼久 他也是一隻儲女馬 未贏過就是未贏過 每次都有馬湯 同場不是沒有對手 為人多WIN 雖然你說 他是三班贏 是季美實力低 贏到實力哥 但輸給行運預見 贏寬樂至寶 難道又很差嗎 潘榮輝 現在又是潘榮輝 高東尼最近有起色 不用理會他上次跑得怎樣 八進巨星之前跑得差 第三點贏回來 所以不需要太介意 有時頭圓 步速形勢不同 又會有分別 陸續無限加人高升 都是強組 輸五個馬位都不是太肉酸 所以這些時候 有時熱身就會跑得好些 又不是沒有對手 所以同場就算有步速 暴力如風那些 可能起威心 真的放快了 川郎首區就能追上來 都不出奇 這些可以留多些思考空間 或者你觀察一下 那天究竟前置好 貼內蘭好 還是在外面蓋好 好像剛剛川甲戰英那場私欄 在外面私家衫蓋得好 由時間寶那些遷移 你都看到 究竟在外面蓋好些 即是不要理時間寶贏 你看看那場什麼步速 裡面走的馬好些 貼欄好些 前置好些 外面蓋好些 你很容易很快知道 壓不壓地 改變不要太多 都是實力馬贏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五間馬經 節目會有山減 因為星期六沒有了 星期六直接跑 所以只剩下四五兩天 稍後晚一點 做了綠環彩 馬迷世界就不做了 明晚投注的時候再說 因為有朋友在IG說 又有在Youtube留言說 可以喜歡看馬迷世界 說一下怎樣投注 可否多說一些給大家聽 可以的 沒有問題 做到都盡量做給大家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稍後再見 拜拜